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上很多树被刮倒了 外面的垃圾也被吹得到处都是 根本没办法出门 所以我只能等到第二天出来拍视频了 那么在开始进入今天的学习之前 我想给你们放一段视频 看看昨天的台风到底有多么严重 谁家的空调机吹下来了 巴洞 哇 糟了 糟了 我记得隔醒室那边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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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心低了 它没有出现桌子楼 それ我现在要去坐电梯 cros有双坯 我现在要去坐电梯 这是电梯 我正在等电梯 我要下楼 电梯还没有来 好慢呀 电梯来了 我要进电梯了 关上门 我要去的是一楼 有人来了 去几楼啊 都可以 下 下 下 我现在出电梯了 哦,这是副一楼 就是楼底下没有人住的 这些是电动车 电动车还有自行车 那边有停了很多的单车 这是电动车 这些都是电动车 这一辆是摩托车 摩托车和电动车的区别 是摩托车上面有牌照 牌照 牌照上面的号码叫车牌号 那么电动车上没有车牌号 也没有牌照 它是需要充电的 充电器 摩托车 只要加汽油 就可以开了 很方便 电动车 电动车在这里充电 这是插板 插板 那是插头 把插头插进插板就可以充电了 好 我们去那边看看 这里也停了很多的电动车 还有自行车 这是自行车 这一辆应该是电动车 但是没有用了 已经破了 好 我们去那边看看 这是一片草地 草地 这 是一棵树 大树 好凉快呀 今天 这是停车场 停车场 停车场就是停车的地方 看 那边是工地 有很多工人在工作 那是摄像头 监控器 监控器 监控器的旁边 是 是路灯 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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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灯只有晚上的时候会开 是给人们提供照明的 是给人们提供照明的 哇 台风非常的猛烈 把树都刮倒了 我现在正在散步 今天的天气特别适合散步 因为有风 好凉快呀 而且天空也非常的蓝 很美 可能是因为昨天刮了台风 所以今天特别的凉快 我看到了一样有趣的东西 在那边 我们去看一下 小心哦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是一辆自行车 但是它不属于个人 它是中国现在特别流行的 共享单车 只要在手机里下载APP 然后付200到300块的定金 最后用你的手机 扫着上面的二维码 就可以骑走了 上面写着扫码骑走 扫一扫骑走 用车一元 一块钱一个小时 特别的便宜 而且你可以随便停在哪个地方 非常的方便 但是我还没有试过 因为我自己有一辆自行车 到处都有风 太凉快了 看这些植物都倒了 因为昨天的台风 还有这个 不知道是从 好像 是窗户上面刮下来的 是窗户上面刮下来的 昨天的台风 真的是太猛烈了 这些人的颈部 我怀疑 欸 哎 看 这个树枝 都掉下来了 因为昨天的台风 小区里面到处都停满了车 看那边倒了很多的树 这些都是昨天刮台风的时候倒的 这是垃圾桶 我在数垃圾桶 一二三四五六 总共有六个垃圾桶 哦 这个是保安桿亭 对吧 是不是叫保安桿亭 对 昨天刮台风的时候 这个桿亭全部倒了 今天还没有人来修啊 还没有啊 这是 哎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回收旧衣物的 就是你不穿的衣服 路灯 路灯 哈 又看到一辆共享单车 但是这个是不同公司的 你看它的颜色是黄色的 刚刚那一辆共享单车是橙色的 这是三轮车车 三轮车 因为它有三个轮子 所以叫三轮车 地面非常的脏 因为昨天的台风 把垃圾刮得到处都是 这个是瓷砖 瓷砖 之前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放在墙上 装好了的 然后 他们又把它给毁掉了 全部在地上现在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知道 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收快递的 如果是小件的快递 快递员会把快递放进 这个柜子里面 然后给我们一个 看一下 给我们一个 群件码 你再把那个群件码输入 比如说 一 二 三 随便收 随便输的 然后输入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取你的快递了 非常的方便 这里也有摄像头 监控器 这是猫还是狗 那儿有一只猫 哦 这里也有一只猫 总共有两只猫 这些都是流浪猫 没有人养的 那边还有一只 两只 哦 好多只猫啊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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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记得 这个怎么说吗 这叫电动车 电动车 那边有一只狗 所以我不过去了 因为我怕狗 因为我怕狗 哎 这是上坡 上坡路 那是游泳池 那是游泳池 好多人在游泳啊 你会游泳吗 我 不会游泳 可以看吗 好多小孩子在游泳 好多小孩子在游泳 这是树叶 树叶 树叶 从树上掉下来的叫树叶 好多蚊子啊 这些树叶 是跪了的 但是这次 是 是 那些树叶 这些树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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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车 一位奶奶在推婴儿车 这是谁扔的垃圾呀 哦,等一下 这里也是地下车库 地下停车场 楼梯 我在爬楼梯 那位爷爷在遛狗 遛狗,你们知道遛狗是什么意思吗 遛狗就是带狗出来溜达一下 那么溜达就是散步走一走的意思 这里的居民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遛狗 虽然这里是停车场 我非常的怕狗 所以我喜欢稍微早一点过来 因为吃完晚饭后 到了七八点钟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很多人过来遛狗 在我九岁的时候 我被狗追过 一条这么大的大黄狗 在我后面一直 哇,追追追追 那我就一直跑 一直跑 最后它咬到了我的裤子 差一点咬到了我的屁股 比较幸运的是 当时我穿的是 牛仔裤 好几层 因为是冬天 所以并没有咬到我 但是 自从那一次后 我就 非常的怕狗 只要听到狗的叫声 我就 很紧张 那边有一条 河 非常漂亮 上面有一座桥 早上的时候 我去那里跑了步 感觉非常的好 工地上的工人 住在那个房子里 是临时搭起来的房子 好像是用铁皮做的 应该非常热吧 这些树都是昨天刮台风的时候 刮倒的 所有的都是 昨天的台风真的太吓人了 我都不敢出门 我都不敢出门 这是小区的出口 其中一个出口 看这个 本来是 立起来的 被昨天的台风一刮 全部倒了 还有这里的 蔬菜 也全部都被毁了 嗯 哦 那么傻 哇 这个也被吹掉了 原来是新的 这些都是一些广告牌 可能是昨天台风太大了 把这些广告牌都给吹走了 哦 全部破了 看 看这些树枝 大街上全是垃圾 因为昨天的风吹的垃圾满天飞 飞在街上到处都是 哇 看 那棵树 那么大一棵树枝 都被刮下来了 这是一个公园 公园里面的很多树 也被刮倒了 看这一棵 哦 天呐 全部倒了 怎么会这样 啊 怎么办 哦 太吓人了 怎么会这样 天呐 全部倒了 全部倒了 哦 乱七八糟的 哇 天呐 地上全是树叶 昨天晚上编辑完这个视频后 我才发现我忘记了拍结尾 所以今天出来补拍 啊 啊 在视频的开头 有一名男子被翻倒的货车押到了 你们还记得吗 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 原来啊 这名男子是珠海人 他姓周 8月23日一大早 他开着新买的货车去中山送货 在回珠海的路上遇到了台风 在与台风抗争的时候不幸遇难了 记者说大约在一个月前 周先生购买了车辆保险 保险公司得知周先生遇难后 启动了紧急预案 简化了流程 给周先生的家人赔付了保险金 61万人民币 其实当时我们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 也觉得非常的痛心 也替他的家人担心 那希望这笔保险金能够帮助他的家人 过好以后的生活 也希望不要有更多的人在台风中失去生命了 好,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 很久没有出来拍视频了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节户外课 如果你想要我以后多出来拍户外课的话 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并留言告诉我们你对这个视频的想法 最后呢,请还没有订阅的人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